来自南方都市保博报 据央视新闻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5月30号推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颁布30周年网上展览 回顾基本法的历史背景 起草和颁布过程 以及香港成功落实基本法的情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展览网页的欢迎词中表示 香港基本法除了为特区带来繁荣稳定和长足发展外 也充分保证了香港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